宽课是不好的事情 确实是不好 我这是第二次宽课 所以有第一次就有会 有第二次 有第三次 所以真的是不好 但对我 上节表演课被老师批了 全班同学都被批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好多人迟到了 包括我 我也迟到了 在我 我就是大家注意看我的表演课 这个系列视频的时候 大家大概会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说 我都是提前半个小时 然后好多同学也是提前半个小时 然后在那边还聊天 认识相互认识之类的 几乎没有人迟到 当时的话真的是连续好长的时间 只只有偶尔有一个两个迟到的 但后来的话就越来越松了 大家就 这有个迟到 那有个迟到 然后我呢 也是把时间也卡得越来越紧 原来的话就是 送完孩子的话 有足够的时间 然后后来送完孩子又回到店里 去收拾点东西 拿点东西啊什么的 最后就真的是搞得很紧 要不然是刚刚好 10点钟到 要不然的话 迟5分钟 10分钟 这样然后别的同学也是差不多 就是真的是慢慢松懈下来 后来老师就 他也不是那种生气啊 他就说的话也说的挺重要 他说大家觉得这都正常吗 然后接着说 他说其实这是一种习惯 你提早到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练习 然后你可以预防很多意外 然后包括你将来去拍戏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这种习惯的话 你会失去你很多机会 就是等于说我们拍摄 比如说你9点钟拍摄 你往往你卡得很紧 9点钟到 或者是迟到几分钟 5分钟 其实我们也是经常发生 就有时候会觉得 哎呦 哎呦 反正导演制片也没有责怪你啊 都很理解你啊 那就没事了 以后都卡着9点钟 或者是在刚刚好 或10到5分钟 10分钟之内 觉得都是正常的 但事实上 其实你已经给 你自己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 然后如果你去了一个大的组 呃 然后别人就在等你的话 那你或许就没有了下一次的机会 所以就是说迟到是非常不可取的 找到是非常好的 所以的话 今天我刚送完孩子 现在是8点10分 然后我现在看看今天的赛车情况 我希望我能提早至少10分钟到吧 今天是2月1号 这个新年已经到了第二个月了 我星期一缺课了 今天是星期三 呃 星期一为什么缺课 是因为呃 我有个audition 呃 我在周六周日就在准备 然后结果还是没有完成 然后周一的话 我不得不就是 呃 啊又邀请了朋友来我那里 然后给我一起对词拍这个audition 所以的话我就 因为1点钟due 所以上课也是10点钟到1点钟 所以如果我去上课的话 这个audition就完全就做不出来 耽误了一节课 宽客是不好的事情确实是不好 我这是第二次宽客 所以有第一次就有会有第二次有第三次 所以真的是不好 但对于我来当时来说的话 就是啊 那么我把这个audition给完成了 而且的话突破了蛮多东西 因为是很长几页纸的英文的剧本 然后从啊 可可可巴巴到还可以 然后进入到不是在背这个词 而是在演这个角色 就还是有进步 那是第一次发生的一遍 我会想到 你还能够在工作上 你传扮到不太流行 你不是听过 我对 但是我们已经有意思和目的 那些周围的女生 达到那里 时间之前她被认识了 她很不斷 你也有所感到的 你也有所感到的 如果是错误的 我知道那个角色 我基本上是不可能拿得到的 因为竞争我的这种水平来说 就是去竞争这种英文的角色来说 是我觉得我的没有任何优势 那我只能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练习 那练习的结果就是让我收获还蛮多的 让我有更大的动力去进一步的学 我当时是在周日的时候 邀请了同学 我表演课的同学给我来 就是对词 然后来录 然后基本上我找她是从十点多 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两点钟 花了多少个小时 十二十一 三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才把基本上一些 剧本的理解和那些英文 然后捋了差不多 但是还是很 就很不顺利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打扰她了 我就跟她说我就把那个把那个录下来 把你的那个把你的话 把就是我让她来读一下整个剧本 那个Lines 就是对话 然后我就把它录下来 我自己在听 在背背背 然后到了星期一上午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就是已经还比较顺了 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朋友 在现场跟我对排了这个视频 所以的话 现在就给我一个动力和压力的话 我就要在英文方面 我要不能每一次拿到剧本才去练 我要平时就多说 要不然你所有的话 你都是在模仿 而不是在生活 对 因为你平时生活当中没有说过这些话 所以我要在平时多去说这些 这些用英文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我拿到audition的时候 我应该第一时间尽快的去做 而不是放在最后觉得 还有时间刚好够时间 就跟刚才我说的迟到是一回事 最好是越早做越好 完成了 你还有剩下时间去弥补 或者说不会不至于耽误 甚至影响到上课 因为一个audition影响到上课 所以 我也反正分享我的失败 我的经验 希望大家也能有类似的情况 可以分享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然后你平时是怎么来做audition 你是怎么来提高你的英文 假如你不是一个沐浴者的话 路上虽然有点堵 但终于提前了30分钟赶到了学校 OK今天算是不迟到而且早到 然后可以去教室跟同学看看聊聊天什么的 今天上课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同学选了我做他的partner 就是坐在对面 listen 然后他在讲他的故事 他对这个人 就是对着我讲 他的事情 关于这个人的事情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本来是一直今天来上课的话有点紧张 就一直在想着今天基本上是最后的机会要上台去做那个imagination的这个练习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因为之前几个礼拜一直也在想 就是啊想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老师一直说你不要去表演 你不要去想办 试图把它变得很有趣啊怎么样去 你就 闭上眼睛想想 对面的这个人就是你要说给他听的那个人 然后讲真的事情 然后慢慢的让他流露出来 然后最后忘掉你自己现在目前这个环境 而是进入到你跟他的一个世界里面 你说你该说的话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 总是会觉得你讲的事情会不会太无聊 或者说不清楚 别人没听懂 还有就是会不会有趣 然后你是不是能打动别人 想的太多了想的太多了 这就跟做任何事情一样 如果你犹豫想的太多想的太完美 而没有真正的去行动去做去说 那一切都是空的 就是不是还没有发生 就在我要准备因为到了十一点多 不不不不 十二点半 十二点四十五 基本上还剩下十五分钟的时候 那后面好像还有一两位同学没有上台 我是其中一位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犹豫我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犹豫我 要不要自己就举手就上去 另外一个女同学 Julia 她就说我选Hardy 哦 我就很刺激 然后也很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然后就上台了 然后听她讲她的故事 她讲的是她外她的爷爷的故事 我一开始还不太确定 他讲的是爷爷吗 我是作为她的爷爷吗 然后慢慢停慢慢停 就是一个很动人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爷爷对这个孙女多么的 其实多么的爱她 然后就是让她感觉很放松 而不是像父母那样 好像管得严一点 让她觉得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但是这个爷爷来说是完全可以放松的 他去一个party 然后到了半夜 在整个party里面 他感觉很无聊 没什么好玩 后来十二点多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然后去哪呢 然后想想要不然开车到爷爷家 看看他在不在 然后开过去发现他 他的家的灯亮了 然后他就去按门铃 然后两个人都 就是爷爷很意外 怎么孙女这么晚来到这 然后他说是啊 我就 好他说那就那进来吧 就非常开心 估计平时他也挺想孙女的 就是平时可能因为 各种没有时间啊 所以就也见了不多 那终于见到 然后就半夜啊 准备吃的给他喝的 然后零食啊 让他很开心 两个人就一直聊天聊天 聊天聊到了四点钟 然后他才回家 那中间的时候聊着聊着 两点多钟的时候 他爸爸还打电话过来 哎呀你在哪这么晚了 对不对 他说我在爷爷家 他说你别撒谎了 你更 然后我那个爷爷就把电话拿去 他在我这里 就他就很有意 很很生活很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然后后来他说这个爷爷去世了 然后他多么多么的想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的故事其实 我觉得安静下来 不要去想那么多去慢慢讲 应该也是会让我带入去进去的 虽然我没有去捋顺过这个故事 是不是顺畅 或者说是 是不是会讲很多一堆的废话 但是我想 在那个环境忘掉自己的话 还是能够把事情讲出来 让别人感受到那么一些东西的 然后OK 这就是我上课的最后一段 然后前面的话老师讲了很多的是这个 老师讲了很多的是关于下一节课 要进行的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就是 Independent activities 就是讲这个练习就是每个同学要上台 上台去做你的一件事情 在一定的时间内 你要去完整这个事情 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就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看你怎么去做 然后这中间可能有人 人会过来 会经过你 会打扰你 会跟你说话 那 都看你的反应 而且 这个也不是通过台词来去表演的 它是通过你的动作 通过你所做的事情 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练习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比起现在我马上要做 还没做的这个 Imagination 这个我觉得要好玩一点 然后没有那么多恐惧担心 这个Imagination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说很有信心 但希望我下一节课 应该下一节课就是最后的机会 就做完它 不要错过 但是我往往是错过错过错过 错过好多次机会 错过之后还会安慰自己 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了 我觉得这不好 OK 今天这就是我所有的上课分享 然后下一期下个礼拜一 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拜拜